有弟兄姐妹在网络上问说 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过得很苦 然后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好像遵守上帝一些原则 结果不是基督徒反而更丰盛 其实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原则 你只要按照那个原则 他就会进入那个祝福 比如说既然世界万物都是神所造的 你知道飞机怎么飞起来 飞机是铁为什么可以飞起来 因为有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是什么 就是空气流动 然后所以当达到一个速度的时候 那个飞机的重量 简单有点复杂 流体力学我学了两次 我修了两次 所以我修的还不错 是被当掉所以再修一次一次 所以简单说达到 我记得是34海里 没关系那个数字之后 然后就可以撑起来 这就是规则 就是上帝定下来的数字 那意思是什么 今天你是非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则 你就会飞起来 相同的 我们也可以从圣经来看 来简言十章四节 简言十章四节请看 好 我们来看简言十章四节 好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情的雀要富足 夏天俱炼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也是宜休之子 OK 好 这是简言 请问这是对基督徒说 还是非基督徒说的 当然圣经这很多的 特别是简言 他本来就对犹太人在说的嘛 但是任何一个人 你只要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你都在十章四节跟五节的这个规则里 就很像所有人都在流体力学里头 所有人都在地心引力里头 你从窗户打开 把东西丢下去 就是会掉下去 不会因为你是艺人 就不会掉下去 相同的 你手懒的 管你是艺人或不是艺人 你手懒要受贫穷 手勤的缺要富足 就是这样 但是当然 神如果带领你说 你不要去工作 你安静祷告寻求 那是另当别人 夏天剧练的是智慧之子 你收割的时候沉睡是宜休之子 你收割的时候 该收割的时候你就给我沉睡 你就是不会有财务的丰盛 而且属灵上该收割的时候 你没有收割 你也就是真的是宜休之子 然后你该剧练的时候要剧练 然后你该勤奋的时候要勤奋 就是这样 简单说 圣经本来就有他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很像物理原则一样 当达到燃点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会烧起来 这就是物理原则 管你艺人跟不是艺人 但是因为你现在在新约之下 比如说你家某个东西 比如说你家的电线温度太高了 有些时候会 就是大家所以才要用那种安全的电线 温度太高 等达到燃点就会烧起来 就是所谓电线自然 很多的火灾是这样发生的 那如果你是艺人 你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刚好在热的那个时候 要烧起来的时候你在家里 神可能会提醒你 会引导你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被神引导 那就没办法 常常就有 我们上次就有童工 他住的套房 然后刚好雨太大 水就拨进去 然后水又拨进去 又打到了他的那个点 然后就烧起来 然后他在现场 他平常那个时间是不会在现场 你是要烧起来 烧起来就很大条了 对不对 所以 烧起来还是会烧起来 你就是艺人 可是物理定律还是物理定律 流体力学还是流体力学 你还是要勤奋工作 那就是该有 所以相同的 一个非基督徒 他勤奋工作 他会得到勤奋工作该有的奖赏 他去帮助穷人 他会得到帮助穷人该有的奖赏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做成的 你要嘛就是自己做好的一些事 要嘛就是信的对活的对 今天耶稣问你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 所以今天你就算没有去帮助穷人 但是耶稣问你帮助穷人 你相信正确信的对活的对 你还是可以得到帮助穷人的祝福 但是如果神要你去帮助穷人 你是艺人你没有的话 那神叫你做 你不做你就没有那个祝福 就很像神要你把水咬出来 水可以变酒 你不把水咬出来 你就不会变成酒 你还是可以进去喝你的水 你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 但是神迹就没有发生 所以简单说 仇敌一个建招就是什么 他让基督徒信了很久的人 在律法里在恩典律法混杂里头 所以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就废弃了 然后呢 大家就会发现 哇基督徒越信越苦 没有基督徒得到那么多好处 拜那个什么的得到那么好处 他们就去拜那些啦 所以你要活出美好的丰盛 你要信的对活的对 相信神给你的丰盛跟健康跟所有这一切 然后你要健康的财务丰盛的 经济丰盛的官机良好的 见证上帝的美好 所以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要财务丰盛 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单单为神荣耀的缘故 希望也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